阿諾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款手機遊戲叫做 最終修指服 無盡的螺旋物語 這款是由那個 跟Mainlooker物語同一間公司所出的一款遊戲 HAPPY ELE HAPPY ELE 反正這間公司所製作的 一款手機遊戲 其實那個 畫面風格是 蠻有那種 就是Mainlooker那種風格 其實哲平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其實Mainlooker那款遊戲的話 哲平其實 雖然沒有很長的玩 但覺得他裡面一些系統還有畫風 都是非常不錯的 這一款遊戲 最近哲平有嘗試玩一下 也是處於比較特別的一些玩法 以及一些特殊的裝置 或是 一些系統之類的 所以為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這款遊戲一樣就是他的基本介面 然後一樣就是 主頁面阿 然後 地圖阿 練等地圖 然後跟抽角色 然後跟 那個 角色的那個 任務欄 然後基本上呢 這款遊戲 跟Mainlooker 就是他應該算是那個 公司的招牌吧 就是都會有這種東西 那就是 裝飾品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那個角色阿 就是買一些他的衣服 然後給他穿之類的 用一些些 就是你打的關卡任務阿 那些什麼 來製作的那個 來得到的那些幣 來買這些小型裝飾品 然後 讓他們裝上去就可以比較 可愛 萌 或什麼樣子之類的 像這個 就可以幫他 裝備成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其實是蠻有趣 蠻可愛的啦 好 然後呢 現在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他的那個 遊戲遊玩內容戰鬥系統 基本上也是 25抽一隻角色 然後 如果抽角色的話 就是 藍光的話就代表是三星角色 啊 紅光的話呢 紅光的話就代表是四星角色 啊紅光 然後全部畫面震動到爆炸那種 就是五星角色阿 好不好 然後 就是目前哲平抽到兩隻五星角色 欸 其實都蠻可愛的 其實 然後你可以幫他換衣服之類的 其實真的是 還不錯 而且他們其實 這間公司的那個巨型都寫得不錯阿 只是 就是日文版了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 覺得看不懂就沒有興趣呢 不過應該不知道 有機會是不是可以出個 中文版那大家就可以去挑 好 那我現在為大家介紹那個 戰鬥畫面 以及 他的 特別之處好了 然後反正 就是 選角色 而且一開始有選陣營 就是陣營系統 然後 如果選到同一個陣營的話呢 如果你選的好友也是跟你同一個陣營的話呢 初始的那個 放技能那個 SP還是怎麼辦 那個就是放技能那個技巧會 就是直接成長一半喔 然後 然後哲平選的陣營是 是這個的陣營 呃 因為 呃 就 就 就覺得不錯阿 呃 絕對不是因為他大雷雷喔 絕對不是喔 絕對不是因為他大雷雷喔 絕對不是喔 就是因為他剛好很好看 然後 又抽到好不好 其實這隻我也蠻喜歡的 好 那我現在為大家介紹 戰鬥畫面 我們打一個關卡吧 然後 隨便選一隻角色吧 打難一點好了 讓大家看起來比較有點挑戰性 其實 這遊戲還蠻有 挑戰性的 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類似 接combo的遊戲 然後可是 他不只是一般接combo的點來點去 因為 你只要被那個 怪物阿 或是什麼樣的話 打到的話 你就會斷combo之類的 然後 可以連續之類的 啊動畫劇情就 不讓 不讓大家那個 不讓大家說不懂我 破梗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快速按掉啦 好 那現在為大家介紹的是 戰鬥系統 戰鬥系統 就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每一隻怪 怪物呢 這些怪物 他打你的那種 時機點都不一樣 所以 在打你的時機點 不一樣的時候 你要運用你的防禦 來去抵擋他們 斷你的combo的話 這就是一點技巧上的 一些練習 好 然後就是一般戰鬥畫面 然後按這個下去呢 就是點擊攻擊 這個就是一般技能鍵 然後這就是下一回合再攻擊 或是之後再攻擊 這個意思 然後我先打第一隻 那就出現這個游標喔 這游標只要在那一瞬間 按下就是會達成連擊combo 然後這就是他會攻擊 然後像這隻怪獸的話 他是跳起來就準備要攻擊了 所以你要去抓那隻怪獸的那個 跳擊的那個時間 開免按那個防禦 如果你太快按或是太晚按 都會造成傷害 而且很痛 如果後期的話 然後又會斷掉你的combo 你combo呢如果越高的話 就是可以達到 越高的那個攻擊 攻擊能力效果加成啦 所以如果要打後面很難的關卡呢 那加成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囉 然後等一下讓大家看一下 呃如果有機會的話 不要把他殺死的話 應該可以讓大家看到 呃好不好意思 看不到 因為哲平我真是有點太強了 不好意思 沒關係 我等一下讓大家看 就是他其實每一隻怪獸的那個 攻擊方法都是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可以直接看一下 像剛剛那隻 那個拿雙劍的鳥鳥呢 他是跳起來攻擊 然後 像 現在有哪一隻 啊這隻兔子 他的攻擊是後段 然後往前跳 第二下就要按了 所以你要自己去 摸索那隻怪物 什麼時候會放攻擊這樣 然後你才可以防禦得到 像這隻 你看就是後跳 跳兩下第二下就要按了 不然你就會 沒有防禦到 啊防禦沒有防禦到的話 你28 combo呢 就會全部斷光光 就是這樣啦 所以其實這遊戲 還蠻特別 而且其實又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呃 就是蠻有趣的啦 你知道嗎 速戰速決 你看 為大家示範 如果你看你這樣子太晚按的話 就斷tombo了 然後被打的也很痛 這樣子 所以其實 一開始以為就是 只是點點的遊戲呢 那其實 他還蠻特別的 然後這些 不好意思破音 這些 這些 這些就是技能 然後這些是那個 輔助球球 就是 他可以幫你的那個防禦力 或是攻擊力 或是 你的時間速變高之類的 看我太早按了 看他就打很痛 就是自己要算那個 timey時間 像這個的話呢 就是他會揮棒兩次 第二次 亮起來的時候就可以按 看 揮棒亮起來 好 你就可以按了 不好意思我都沒按到 好好好 不好意思 我只是都沒按到 那個自己要去抓一下 那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 每一隻都不一樣 所以就是 不會那麼單調 這樣 所以其實這款遊戲 做的我覺得非常 不錯的地方 戰鬥系統 而且其實這篇我也沒有玩到很後面 所以不知道後面的怪物 如果 沒有接到combo 不是combo 不是combo combo的話會是多誇張的一種 方面 好我按一次 成功給大家看 我先不殺他 我要成功給大家看 不然就失職了 我不信 我怎麼連樹精都按得到 連你那個小隻棒棒槌 小豆臉就按不到呢 我怎麼可能會按不到呢 不相信 然後他們其實也會自己加一些buff 那個 呃 就 大家慢慢看吧 好我來防禦他給大家看 不然就 呃 沒事沒事沒事 反正就把它解決了嘛 對不對 不要耽誤大家的時間了好不好 好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這次的技能 不錯不錯 那他放技能其實也是可以接招的 然後 就是 這樣啦 我讓他打快一點 所以其實 嗯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五星角色的話呢 因為他有分一些同陣營的能力 或是不同陣營的能力 啊基本上 同陣營的話加成那些能力比較高 可是現在五星角色基本上都是只有一個陣營 所以其實 現在還不是 那麼的多五星角色出來的時間 對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 這就是他的抽卡性 然後他的抽塔角色 然後他的抽卡倍率呢 這邊也有寫就是 3% 15% 82% 其實是 沒有說很高 而且其實 這拼刷過的手抽 非常的 難抽就是了 所以 想要入空的 小辣椒們呢 就努力的一點吧 努力刷一個好漂亮或可愛的手抽 然後一起來遊玩吧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在那個 QOO日韓模擬系找到這款遊戲 其實他現在排名還蠻高的 那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 然後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